是不是应该启动行政区域成绘的话 我们的国度一定要在台北吗 我一直讲我们的高雄至少也可以做第二国度 宣誌已经结束了 不过总统仍然有这段麻辣的谈话 这是最新消息 主要是因为马英九之前说 如果加入WHO 应该用中华台北这样的名称来申请 对此总统栖息以为不可 借鉴外宾时痛批马英九的说法 不伦不类 如果没办法坚守对等的言者 甚至处处自我来放 不但不愿用台湾作为我们最美丽 也是最有利的名字 中华民国正式的口号 也不敢讲出口 马上退出到一种框架之下的 所谓中华台北 这种不伦不类的名称 并在国际场合同意接受 跟港澳特首相同的待议 结果 搁置主权争议变成 实质搁置主权 等于实质放弃主权 在33天之后呢 陈总统就要结束他8年的任期了 那么卸任前最后一次 玉山兵推今天传出新的版本 除了2020年 共军航母攻台之外 还再加上了陈总统遇刺 由副总统在桃园备用指挥所进行紧急应变 不过呢 这套剧本又被蓝军立委炮轰 是异想天开 但是根据东森新闻了解 原本的兵推剧本 真的是马英九在就职前遭到了刺杀 不过因为新闻界提前曝光 被批评 所以又临时更改了内容 玉山兵推又有最新剧本 内容除了已经复光的2020年 共军航母攻打台湾东部海域之外 现在又加上陈总统遭到斩首 吕副总统临时担当指挥重任 你觉得用2020年做想定 会不会太荒谬了一点 而且中共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成立了 我们也不晓得 最重要的 中共如果要攻击台湾的话 当然是打西部嘛 打台北嘛 怎么会去攻击东部的海域呢 我们就在持续的观察 不过这次玉山兵推会引起各界的关注 也是因为剧本一再变更 据了解最原始的版本 其实是在总统大选前 假设马蟹两个人票数过境 台湾内部发生动乱 后来马英九大胜 剧本就改成马英九就职之前 被中共斩首 只不过这个假设提前曝光 批评声让四起 国安会立刻变更剧本 变成了共军航母攻台 被斩首的人也变成了陈总统 这样变来变军 就被蓝军立委痛批 不礼貌不卫生 令人讨厌 然后呢 这个被人家揭穿了以后呢 你就去想个2020年 玉山兵推的剧本一改再改 引起外界诸多揣测 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重要政军设施的防护 今年确定会加入演习的项目 到时候就会有扮演共军的天威部队 四处渗透 考验国军的反渗透能力 东森新闻张嘴 庄生李陈明华 台报道 明天就是民进党主席选举 登记的最后一天了 到目前为止 总共应该有三人参选 分别是刚刚我们告诉你的最新消息 独派大佬郭宽敏 还包括了蔡同荣 以及东森新闻所掌握到的 前习政院副院长蔡英文 那么蔡英文在多方的强力劝劲之下 已经点头答应 预计她明天会完成领表的程式 而我们看到蔡英文本人 到现在为止 仍然不愿意把话说死 让很多民进党内人士 非常的着急 还刻意开了一场记者会 会场的大家有志一同 共同推荐蔡英文 主要是因为她形象清新 没有派系的包袱 大家众口一致 认为蔡英文是民进党主席的博尔人选 蔡英文是不是个党主席的合适人选 就看学者们排排座 开了个推荐记者会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党内对她的期待有多高 本土与世界 第一 第二 知识跟教养 第三 新面貌 第四 政治经历 第五 社会声望 这五个理由 是我来推荐蔡英文 新系的大佬林泽水 也对蔡英文有很高的评价 自有能力 那又形象清新 而且甚至于呢 也相对符合 世代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蔡英文这个人选 争议性相对少 和蔡同龙这一场双菜之争 迎面也很大 我相信她现在应该已经 一定承受了 私人不出 奈苍生河这样的一个压力 大家也不希望 民进党就此没落 说得挺 民进党所的所长夏祝九 他认为这个总统府呢 有这个殖民跟威权的形象 不适合现在一个民主自由 国家的总统 同时他也对官邸有意见 他认为官邸 同墙铁壁 那么马英九跟周美清 住在这里一定不舒服 那么他的建议呢 马英九听进去了 今天马英九首度松口表示 他正在评估是不是要把总统府 搬到官府 马英九拜会台中写手陈方明 两人命谈一个多小时 除了谈改革 谈转型正义 还谈到了敏感的千府问题 当然我们是希望那边变成历史国务馆 殖民地的历史 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厘清吧 因此呢 他也有提到这个 那但是他说他现在 事实上他在台北市政府的期间呢 他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其实也就考虑到这样的问题了 那现在他既然执政了 我想他会让这个思考的方式呢 这个思考会更成熟 由于总统府就是日据时代的总督府 殖民形象长久以来备受争议 学界建议不该继续使用 马英九表示考虑迁移 在关渡那个地方 他刚才有提到 就是在关渡再重新 他说这个是很大的工程 这个比迁都的成本还低一点吧 但是至少就是说 他已经知道说 这个殖民地历史记忆的 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处理了 针对所有的 不只是所谓总统府迁移的一个问题 还有包括所有其他的问题 那么我们都可以来去思考 用什么样的公共讨论的程序 来去听取大家的一些言言 千府何等大事 马在心中暗自盘算 关渡只是目前的规划地点之一 即使这内要搬 也不是短短一两年之内可以搬成 董事新闻 桑本汉李士奇台北报道 好 这个新鲜未来的总统府 可能会搬到台北的关渡 那么今天国民党立委率先呼吁 有人从风水来看认为好 因为这个现在的总统府呢 是被101这把大楼的大刀插着 风水不好 那么还有人从城乡平衡来看 认为总统府应该迁到中南部去 那么还有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认为这个总统府呢 在厕所现在连群翼飞弹也打得到 因此应该牵出 那么也不忘建议马英九帮立法院 也盖一栋新大楼 总统府为什么要搬到关渡去 国民党立委张顺文 从风水的角度来解读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府 真的是蛮不适合的 因为它前面就是被101 那个针插着钉着 所以说一定单位者很不舒服 那他们有说要迁到这个什么巴黎 关渡是不是 那在那边应该是在吹彩 班到关渡是不是会更有利于招财拼经济 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新政府是考虑到军事因素 才搬得家 领域方认为这恐怕白忙一场 悬一飞弹连总统府的厕所都打得到 何况是总统府 所以军事上其实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考虑的 可以究竟在中正区这一代 再找一个地方 盖一个总统府 总统府可以把它盖得很漂亮 不见得需要盖得非常的巨大 身为北市中正区的立委 林玉芳不忘把总统府争取留在自己的选区 但讲到了最后 立委还有这句话想对未来的马总统说 长得最难看最糟糕的就是我们立法院 所以总统府要改头换面盖大楼新大楼 那也请把立法院也盖个大楼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 总统府未来可能听到关渡 那么风水师说好 因为关渡的风水对于国运据说大有帮助 但是房仲业并不看好 任何难度很高 那么关渡有很多的供有地 但是九成九是有这个现建的自然保护区 为了光是征地要花很久的时间等到真的盖好搬进去 恐怕是马英九卸任之后的事了 台北市仅存的大片绿地就是关渡平原 马英九看好这里盖总统府 命理师说那一定有高人指点他 因为从士林往关渡走 右手边的大屯山正好能背对着他当靠山 坐东朝西 总统府如果真搬来这儿 台湾的国际观跟经济就能站上高点 后山大屯山系它是一个大棚展翅区 代表飞得远看得远 而且像骆驼峰的山形 是风水界人人皆知台湾最大的聚宝盆 前面的淡水河代表御水择发 而领口台地连接着观音山叫做一字文星 代表声明远播 但是关渡的空地现在立法列为保护区 不准开发 能用的土地真的很有限 就私人在开发土地的话 可能都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 那目前那边的空地已经不多了 那现在有空地的位置大概是关渡工业区 跟水鸟保护区那边 果然地图一翻开来 画上深绿浅绿的几乎占了关渡九成的土地都是保护区 所以这里要盖新总统府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东三新闻王夏克俊成台北报道